记者吴良一台北报道,卫生福利部今天公布去年国人失大死因,癌症蝉联首位,其中肺癌的死亡率连续8年第一名,去年夺走9,235人性命,若一平均生命年数损失来看,女性乳癌则已减少15年余命,是罪者受大癌症一难。 女性来看,癌症死因前三名都是肺癌、肝癌和结肠直肠癌,特别是肺癌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癌症,近年也被称作是继肝癌后的台湾新国病。 癌症希望基金会董事长王正旭说,肺癌死亡率增加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,空污有是可能原因之一,但还需更多研究佐证。 王正旭说,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,且是否要做大规模筛件成效仍没有定论,常常往往一减出就是晚期,癌细胞也容易转移,因此致死率高。 国民健康署副署长陈润秋说,肺癌缺少早期有效筛件的工具,皆治疗困难,肿瘤生长速度快,近年也是癌症发生率的前三名,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,国健署也委托一介协助找寻有效的筛件工具。 卫福部也提出潜在生命年数损失,这是衡量死亡人口年龄低于预期可活存年数的状况,损失年数多或少可代表死亡人口过早死亡程度。 一个癌症的平均生命年数损失观察,已与腥乳癌的15年居首,其余依序为子公敬癌14.8年,口腔癌14.4年,食道癌13.4年,结肠及直肠和肛门癌12.6年,胃癌12年,肝癌及胃脏癌11.3年,肺癌10.5年,摄护腺癌6.1年。 陈润秋认为,女性乳癌好发多,一折损寿命,原因可能和现代人晚婚,少哺乳、肥胖、环境塑化剂等影响,使得发生率增加,连带导致死亡率增加。 目前国健署的四癌筛减包括乳癌、大肠癌、口腔癌和子宫颈癌。 陈润秋说,目前已有乳房、摄影等筛减工具,筛出癌症者有8成属于D0-27的乳癌。 若及早治疗,5年存活率可达90%,但目前筛减率仅40%,目标是逐年提高筛减比率。 感谢观看